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 好像 往常盛传的那个奇迹般的人物 竟然 就是我的小孙子 常人 绝对无法理解他现在的这种心情 完全无法用笔墨来形容了 这可比什么天降馅饼 被金山杂重刺激多了 很长很长的时间内 老爷子都没办法思考 头脑里面一片空白 当然 猛了的不只是老爷子 还有那偷偷趴在大厅窗户 向外观望的秦昊明 一辰 秦一辰 这个时候秦昊明才想起 当时他那二弟叫那人回去叫的 不就是秦一辰吗 这 这怎么可能 他喃喃出声 哪怕他想破脑袋也想不通 秦昊然是怎么培养出 如此一个妖孽般的儿子的 可笑他还觉得 人家是回来和他抢秦家家主的 他可是知道 秦一辰杀了杜俊雄后 同时 杜家也在一招之间 就彻底的灰飞烟灭了 开什么玩笑 那种人物看得上他这破破烂烂的秦家 他再次瘫倒了下去 他是天天都在想着 怎么去攀附那些权贵 却怎么也没有想到 自己竟然在将几乎能够与国王平起平坐的大人物 往门外推 啪 他狠狠地打了自己一巴掌 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形容自己的愚蠢了 估计今日过后 或许秦家会因此飞黄腾达 但是他秦昊明 注定是一个笑话 怎么 还要继续砸下去吗 见这华夫男子 傻愣愣地看着自己 秦一辰的声音更冷了几分 夹杂着一些精神力 冲击他的脑海 停 停下 华夫男子浑身一个站立 这才醒悟了过来 而外面的人 看向他的时候 都是充满了佩服 这才是牛人 竟然连秦一辰这尊杀神的家族也敢砸 整个王国绝对找不出第二个来 不过 貌似这位英雄有些气短 很不争气地就躺了下去 顿时一股屎尿味 便是蔓延开来 丢出去 秦一辰连动手的兴趣都没有了 吩咐了一句 旁边的李群便是拖着 犹如死狗一般的华夫男子 直接丢向大街 期间没有一个人敢拦着 那些精兵回来后 发现这情况 一个个都是脸色煞白 叫他明日 自己来登门道歉 秦一辰也没有怎么为难这些精兵 小成了一番后 便是喝退了他们 秦昊然和杜冰兰 很是满意 自己这在外威风凛凛的儿子 两人脸上都是笑容 没有什么 比这更能让做父母的自豪的事情了 快过来 见过你爷爷 见精兵都退出去后 秦昊然朝着秦一辰招了招手 孙儿一辰拜秦爷爷 秦一辰直接就朝着秦白鹤拜倒了下去 没有半点自视身份 随着他这一拜 外面又是一阵惊呼 秦一辰和这秦府有没有亲是一回事 他认不认又是另外一回事 而现在自然是表明了 秦一辰认下了 刚才还在嘲笑秦府的那些人 一个个灰溜溜的溜走了 秦府已经不再是昨日的秦府了 而现在 王城四大家族正好缺少了一家 现在看来 应该没有哪个市里哪个家族 敢去和秦府争这一席之位了 就算是秦府不愿意 那也会被人捧上去 而随着秦一辰这一跪 秦白鹤才从恍惚中醒悟过来 好 起来 快快起来 老爷子倒是显得有些手腕脚乱的 直到扶起了秦一辰 老爷子才知道 这不是在做梦 这是真实的 快 进去做 秦白鹤原本想带着秦一辰他们进去大厅 但是却发现大厅已经被砸得一片狼藉 连一张完整的桌椅都没有 看了一眼 那双目无神 躺在地上的秦浩鸣 老爷子低叹 你也成啊 你也成啊 爷爷 不如先去孙儿那小住几天 等这边收拾好了再回来 如何 秦一辰也是住了皱眉 选急提议道 以他现在的身份 想要什么样的府邸没有啊 当然 这一切都得要长辈开心才行 啊 这个 听到秦一辰的话语 秦白鹤心中也是一动 不过却有些迟疑 他还是很忐忑 虽然说他也知道 秦一辰是自己的孙子 但是毕竟这是第一次见面 父亲 一辰是您的孙子 又不是外人 不用跟他接外 秦浩然和杜冰兰也在一旁劝道 唉 孩子 辛苦你了 秦白鹤的目光 看向杜冰兰的时候 更多的是愧疚 当初 自己是怎么对待这个儿媳妇的 他自己很清楚 可是现在 儿媳妇却不计前嫌 这让老太爷很感动 我应该感谢父亲 没有拆散我们 杜冰兰满是感激 当初他无依无靠 秦老太爷 若是 真要处理他这个弱女子 还是没有多大问题 但是老太爷却没有那么做 老太爷脾气 的确是暴躁 但是他却狠不下那个心 在夫妻二人的劝导之下 秦白鹤满眸泪花地 答应了下来 而后 秦奕臣一行人 便是带着老太爷 走出秦府 至于秦浩明父子 却是以收拾残局为由 待在秦府 他们就算是脸皮在厚 也没有那个脸跟上去 一行人出了秦府之后 围观的人便是 让开了一条通道 看向秦奕臣的目光 他们充满了火肉 敬畏与崇拜 而看向秦白鹤的时候 却是充满了羡慕 或许前些天 还有些人 对这位稍微有点虚荣心的 秦老太爷不屑一顾 甚至爱搭不理 不过今日之后 秦老太爷将会成为 他们高攀不起的存在 还是那间酒馆 里面依旧是乱哄哄的 老五坐在那里 并没有在吹嘘他以前的辉煌 而是沉默地喝着闷酒 微粗的眉头 似乎是有什么心事 还在喝酒呢 秦浩然走了进来 坐在了他旁边 老五这时才抬起头 走吧 去我那儿 等会儿我再去买几个好菜 咱哥俩 今天好好喝上一顿 他安慰似的 拍了拍秦浩然的肩膀 很显然 他还以为秦浩然 被秦府赶出来了 当然 若今天秦浩然 没有带礼群的话 那估计是绝对见不到老爷子的 今天只怕是不行了 秦浩然很感动他的关心 然后在他不解的目光下说道 现在正接了老爷子 回我住处 我进来 是想邀你一起过去坐坐的 去你那儿 老五满头雾水 问道 老五倒也爽快 便是站起身来 和秦浩然一起就往酒馆外走去 外面街上 秦浩然陪在秦白贺老太爷身边 和老人家唠叨着 话一说开 老爷子的话也变得多了起来 然后就询问他们一家 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 秦浩然当然是减好的说 老太爷自然也老怀大乐 特别是感受到秦浩然 那真挚的关怀和尊敬 他的笑容更加浓郁了 整个人好像年轻了许多 就在他们聊得正欢的时候 秦浩然和老五走了出来 老太爷 老五先是对秦白贺这个长辈行礼 抬起头后 他才发现了站在秦白贺身边的秦浩臣 顿时 瞳孔猛的一阔 酒一全消 你不是那个 他喜欢吹嘘 当然 无论什么事都会去凑下热闹 比如炼丹师大会 还比如公主则序 他都在场 对于秦浩臣这个两次事件的主角 老五怎么可能不认识 就像你 这条路 你为什么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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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不认识